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知識率,俗稱債息,包含的信息有很多 例如息口預期,經濟預期,通脹預期,乃至避險情緒等等 今集我們先探討如何利用債息的變化去觀察市場對中央銀行的息口預期 至於債息的其他含意,我們會在另一集繼續解釋 先舉個例,A債券的票面值是100元,每年派發固定利息10元 A債券的票面值是10元,由於A債券的市場價格是100元 所以A債券的債息一樣是10元 不過當市場預期減息,存款利率和其他浮動利息的投資回報將會下跌 這樣依然派發固定利息10元的債券相對變得吸引 於是,投資者會在預期減息的時候買入債券,令債價上升 當債價由100元升到110元,每年仍然派發固定利息10元的債券 債券就會跌至9厘,因此當債券下跌的時候 背後的部分原因就是市場預期減息 相反,當債券上升的時候,背後部分原因就是市場預期加息 由上次美國加息到6月初,美國六個月期各債券跌了0.27厘 而市場較關注的兩年期和十年期各債券跌了0.6厘到0.7厘 反映市場預期聯儲局接下來會減息兩至三次 對於息口預期,初哥還可以參考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的加息或減息機會率 目前,利率期貨顯示今年年底之前,聯儲局很大機會減息兩至三次 減息雖然能夠短期刺激金融市場情緒 但通常減息都是伴隨著經濟放緩,甚至衰退 股市往後的發展,好視乎減息夠市,夠不夠及時 所以初哥不能夠單單見到減息,就覺得一定是利好的 總結而言,初哥可以透過觀察債息去感受市場對聯儲局的利率政策預期 債息越跌,市場對減息的預期就越大 相反,債息越升,市場對加息的預期就越深了 製造可以改變 清潔 銃 清潔